蛋价又要继续涨了吗 因为缺蛋问题在线 蛋鸡产业团体5号下午在群组公布 鸡蛋产地价将从美台金40.5元涨到43.5元 批发价也涨3元创历史新高 但不到两小时又传来取消通知 疑似是农委会出手动涨 让鸡农跟蛋商都炸锅 痛批农委会不尊重市场机制 一早不少民众到蛋行挑挑选选 看起来鸡蛋数量很充足 但其实台湾又见缺蛋危机 鸡都太冷都死掉了 蛮严重的 因为鸡蛋产量减少生产成本提高 本来鸡农蛋商和农委会协调 6号起要调涨蛋价 产地价涨到43.5元 批发价也贵3元创历史新高 5号下午鸡农们收到调涨消息 但不到两小时又传来取消通知 说鸡鸡降价了 所以鸡蛋价格不变 疑似是农委会又怕民众反弹 所以出手动掌 跟记者讲市场机制 该掌的就掌 都是谎言 做一套做一套 不讲的话 系绒就不要用了 蛋越来越少 在几个月前 不是有媒体说 我只站在蛋农的角度 而不站在消费的角度吗 我怎么可能现在突然说 我是站在消费者角度 而不是站在蛋农 陈吉正出面驳斥当涨价传闻 但养鸡协会点出 现在天气冷 母鸡减产 一天少450万颗鸡蛋 减了三成左右 加上大约140万只老母鸡 换雨休产 中鸡数量又不足 未来产蛋缺口只会更大 鸡蛋到底该不该涨 业者将和农委会讨论 看能否找到折中解放 谢谢陈丽灵 台北报导